大家好 欢迎收看屏幕加拿大移民知识讲座 我是张慧 加拿大注册移民顾问 中国律师 上一期的中文讲座 我们为大家讲解了进入情形 及克服进入问题的相关规定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准入停证和积压停证 这两位停证都由移民难民停的移民停负责生意 我们先来介绍准入停证 这一停证决定当事人是否有权进入并在加拿大拘留 或者是否能够被准许进入并在加拿大拘留 准入停证程序使于加拿大边境局 将其出具的进入报告提交给移民停 移民停裁判官将对此主持停证 双方即由边境局停证官代表的部长和当事人 分别陈述他们的意见 并试图说服裁判官做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 裁判官在审查证据 听起双方的意见后 将根据所认定的事实 以及移民难民保护法及其条例的相关规定 做出裁决 如果决定对当事人有利 他们将被允许进入并在加拿大拘留 如果移民停认为当事人进入情形成立 则将向当事人签发离禁令 一旦离禁令生效 当事人必须离开加拿大 一般来说永久居民受保护的人 和永久居民签证持有人 可以就针对他们的离禁令向移民上诉庭上诉 但是如果他们是因危害加拿大国家安全 侵犯人权或国际权利 严重犯罪或有组织犯罪 而被认定为不能入境 则其上诉权丧失 尤其加拿大担保人担保并因作假 而被认定进入的当事人也不能上诉自上诉庭 唯一例外的是 这种情况下 加拿大担保人的配偶 同居办理或未成年子女任有权上诉 没有上诉权的当事人 如果认为移民庭清发的离禁令是错误的 可以向民邦法院寻求司法审查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羁押听证 这类听证是审查被羁押人是否应该被继续羁押 外国人和永久居民均可被依发羁押 在加拿大境内的就永久居民而言 可被羁押的情形 包括 其一 如果移民官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存在进入情形 并且对公众构成威胁 其二 他们有逃逸风险 即他们很可能不会按要求出席相关检查 参加听证或遣返程序等 以上这两个法定适用同样适用于外国人 另外如果外国人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 移民官也可以以此为惧拘留他们 在入境的时候 永久居民和外国人也可能被依发羁押 如果移民官认为羁押是完成入境检查数据 或移民官有合理的理由怀疑 申请入境的永久居民或外国人存在严重进入情形 即他们属于应存在危害加拿大国家安全 侵犯人权或国际权益 严重犯罪 有组织犯罪 或犯罪情形而进入的情况 可以依发羁押他们 当事人被拘留后 移民官必须立即通知移民庭 移民庭需在48小时内进行第一次羁押听证 需继续羁押的7天内进行第二次羁押听证 如果第二次羁押听证的结果仍然是继续羁押 则后续羁押听证将每30天进行一次 不过被认定为集体非法入境的外国人 羁押听证实现不同于以上所述 尽管确定羁押理由成立是部长的责任 为寻求释放 被羁押人也可以指出证据来反驳羁押理由 如果对羁押理由没有争议 则被羁押人可以向裁判官提出羁押替代方案 例如提供现金保证金或担保人 以消除裁判官对释放他们可能存在的顾虑 如果裁判官接受期待方案 则会下令有条件的释放被羁押人 被释放的被羁押人必须遵守释放条件 否则他们可能会被重新羁押 移民庭裁判官做出的羁押听证决定 不能上诉到上诉法庭 如果听证的任何一方认为裁判官的决定是错误的 可以向联邦法院寻求司法审查 准入听证与羁押听证都需要充分的法律知识与专业技能 如果你成为进入报告的当事人或被羁押 建议你立即寻求专业工作 加拿大政府为被羁押人提供有免费的值班律师 如果你被羁押 而且你没有代理人 你可以得到值班律师的免费协助 如果你需要翻译 务必告知政府 政府会免费为你提供翻译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加拿大移民纳明庭的 准入听证和羁押听证网页 我们把链接放在了视频描述栏 供你点击查阅 今天就讲到这里 助理加拿大移民之旅顺利 如有移民咨询或服务需求 欢迎你席我们 下一期中文讲座的时间是8月15号 届时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返回加拿大特训 谢谢收看8月15号再见